男人为了制作香水 竟然连续杀害了12名少女 他把猪油抹在少女身上 然后再把猪油蒸馏加工 这样就可以把少女身上的体香提炼成精油 杰克已经制作了12瓶 现在还差最后一瓶 就可以制作出全世界最顶级的香水 当晚他潜入少女苏珊的房间 然而就在他正要动手时 熟睡的苏珊突然转身 在看到苏珊的那一刻 杰克竟然不受控制地放下了手里的刀 看到苏珊如此漂亮 杰克实在不忍心下手 但最终他还是将苏珊杀害 然后提炼到了湘京 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 杰克终于集齐了13种少女的体香 现在只要将这13种精油混合 就能制作出全世界最顶级的香水 与此同时 杰克的组长在杰克的住处 意外发现了一堆女人的头发和衣服 于是组长立马通知了政府 在确认凶手是杰克后 政府立马展开了抓捕 很快士兵就在离格拉斯不远的山上找到了杰克 而此时 杰克也已经制作出了那瓶顶级香水 被捕入狱后 杰克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 只见他打开那瓶香水 下一秒 准备押送他去刑场的士兵就突然变得温顺起来 此时格拉斯的广场上聚集了上万名民众 大家都想亲眼看着恶魔被大卸扒款 然而就在这时 一辆马车却缓缓驶来 大家还以为是哪个贵族也来观看刑法 可这个贵族却是杰克 神奇的是 当杰克走下马车的那一刻 凡是闻到他身上香味的人 都会不自觉地下跪 就像是见到了国王 只见杰克慢慢走上形台 闻到他身上香味的柜子手 瞬间跪在他面前 并大声喊道 杰克知道 是他的香水发挥了作用 香水可以扰乱大家的心智 奴役大家的思想 杰克再次打开那瓶香水 然后往手帕上滴了一滴 接着用力一挥让香水散发 大家在闻到香味后 脸上都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这是杰克又将手帕抛向空中 只见大家都出双手去抢 随着香味在整个刑场弥漫 大家不自觉地拥抱在了一起 都在互相感受彼此的爱和温暖 这一刻杰克征服了在场所有人 可他并没有因此达到快乐 因为他发现 虽然自己制作出了全世界最顶级的香水 但他始终都无法忘记那个卖果子的少女 少女的香味在他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 最后杰克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他恨自己亲手毁掉了那无与伦比的香味 原本杰克可以凭借香水征服全世界 让自己享受无尽的财富和权利 可他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 那个臭气弥漫 肮脏不堪的巴黎 那个被母亲无情遗弃的海鲜市场 他把剩下的香水全部倒在自己身上 只见闻到香味的人们顿时两眼放光 所有人前赴后继地扑向杰克 没多久 他们就把杰克吃得一干二净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气味 第二天早上 太阳照常升起 世界依旧像往常一样有规律地运转着 只不过 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位很爱自己的天才